3、2、1 發正先鋒4 手指指指上升 再創高峰 再創經典 萬眾期待的劇集 發正先鋒4 17號隆重首播 一眾台詞幕後齊集為劇集首播造勢 特別演出的謝賢 米雪都有現身 真是人強馬壯 劇中的滅罪鐵三角 發正、發醫和執法人員 分成三對互鬥口才 有機會和一群後輩演員合作 四哥不但覺得自己年輕了 更大稱讚他們有禪質 四哥經常告訴我 他們每個人都這麼好戲 對 他們好像一拿著劇本便會哭 以前我們看到鏡頭 我們會震撼 在第一集 四哥會和米雪有掌摑氣氛 四哥演戲經驗豐富 難怪米雪說即使被摑 也拍得很安心 他不是記了踢那一刻 你要打 你要懂得打 應該是怎樣 我打他,他不痛 是 是 有聲音,碰到 即是碰到 是嗎 是啊 四哥拍的時候 我已經說 四哥,你看著我 你和阿定 一定不痛 這套劇在內地的視頻平台 同步播放 李思華都說對收視非常有信心 對 相信法政會好 因為現在很多網上 尤其是Yoku那邊 他們同步 他們有很多人已經預約了看 也有差不多十萬人預約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應 大家對法政這個IP是很有期望的 我覺得整個劇,整個團隊 或者台前網 我覺得有很多回憶 雖然很辛苦 但其實大家經歷了很多事情 譬如說 詩華 可能觀眾不知道 可能她是暈 休克 打完針 回來再開工 我覺得整個團隊的努力 我相信不會白費 劇中 詩華和凱俊傑會有感情線 這隊組合夠有新鮮感 講到合作感受 詩華就投訴凱俊傑非常害羞 拍劇的時候很難培養默契 反而我和她沒有默契 就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經常都是合作 對 有些人說 為甚麼你 反而就特別 即是你不想刻意去營造一些新鮮感 或一些火花出來 我覺得可以的 很新鮮 很新鮮 即是很新鮮 她怕老婆害怕 即是合作的 其實她老婆很好 因為知道她很害羞 亦跟異性不是很投入 絕對是一個好男人 但是她太太就很大方 就叫她去情人節約我吃飯 然後她叫她去拍拖 你打電話給她聊聊天 即要陪伴她入戲入角色 要入戲入角色 因為她覺得她自己的老公 太過害羞 雖然海俊傑太太也叫她們 情人節去拍拖 增進感情 但好男人海俊傑當然不肯 我太太也說 上年2月14日 你們兩個 我記得那天 詩華還在開車 送我回家附近 我們下車 她說我太太真的叫我 跟你吃飯 2月14日 她叫我多愛她 投入多一點 她很放心 當然放心 劇組上下為了拍好劇 齊心合力 雖然拍劇過程很辛苦 不過陳偉和譚俊賢都說 現在興奮的心情已經蓋過一切了 大家一切 感覺是甜的 以前是怎樣苦白 完全忘記了 我忘記了 丹爺不是說 好像很辛苦 看了出來好像挺好 忘記了 我們要學習她這個態度 《法政斯風》系列去到第四輯 劇集除了一班實力派 新血加盟之外 也有老是常出現的分子 好像第三次參演的鄭俊宏 她都說很開心 有機會再次演出 當然 當然 因為可以延續下去 這個這麼好的系列 還有今次又可以出自己歌 有分唱插曲 所以是特別有意義 總監製小青姐拍完這部劇 就會退休臭孫 這晚大家一起看劇的時候 已經不斷有粉絲透過直播 留言玩留小青姐 小青姐就說 離開她最愛的事業非常不捨得 不過現在還是想休息一下 停一停 停下來先 聽兒子的話 答應了 又休息一下 很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有一個好的成績 剛才你有看嗎 有 有沒有看 最好 在四哥米雪打頭陣演繹的第一集當中 米雪的花彈造型非常驚艷 一時成為網民二話 米雪就找這個造型 令自己吃了不少斧頭 不過只要拍出來效果好 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剛才芯姐說你做的某些動作 是要很多年資力才能做到的 是否準備了很久 很開心 謝謝芯姐 小青姐找了師傅教我 我真的時間無多 人家又很辛苦 我又很用心去 用了所有的力去 在那兩天去學 真的很勤勵 很勤勵 我梳著歌的大戲頭 我還要試幾小時 在拍攝 所以後來拍一拍 我記得拍了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頭痛到 但都不記得了 完全不記得 現在看作品就覺得非常值得 值得的 謝謝你